酱血糖最有效五种食物 张威 内分泌科 副主任医师 我们说在糖尿病的治疗领域里面 确实有一些食物的升糖指数是低的 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可以适当地多吃 但是现在目前如果是让我们列举 五种具有酱血糖效果最好的食物 其实我们专科是不太谈这样一个话题的 那么我们临床研究表明 不存在特别明显的有酱糖作用的食物 只是有一些食物可以通过对血糖有更好的帮助 或者会延缓它的吸收 那么延缓胃排空来进一步的起到 不很快升高血糖的作用 那么就间接起到一个对血糖有好的帮助 像比如说像杂粮这些高纤维的素含量的食物 因为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所以它就比较适合糖尿病患者 利于餐后血糖的控制 那么另外我们说糖尿病的饮食控制 也是糖尿病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有些患者就说苦瓜这类食物具有酱血糖的作用 那确实苦瓜素这个成分对于血糖的管理有一定好的帮助 但是也并没有因为苦瓜素的含量高 对于血糖能够起到比酱糖药物还要明显的作用 所以这一类食物我们是会建议 在膳食当中合理搭配就可以了 不要过度迷信 有一些食材具有酱糖作用 比如说像南瓜 有些糖尿病患者认为南瓜具有酱血糖的作用 于是他一顿就吃上一碗南瓜 最后测出来的血糖比不吃的时候还要高很多 很明显这类食物是淀粉和糖分含量相对比较高的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合理的搭配 一部分就可以了 并不建议会去大量多吃过度摄入这些食物 可能物极必反 那么过度的摄入某种食物 可能还会对血糖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所以科学的讲我们还是按照食物的升糖指数和每日的热量交换份 来合理地计算你的饮食热量 还有合理地推荐你每日摄入的总的食物量 大概是这个样子 专家提示 一 临床研究表明 不存在特别明显的有酱糖作用的食物 只是有一些食物可以延缓吸收和胃排空 起到不很快升高血糖的作用 二 饮食控制 对于血糖的管理有一定的帮助 但对于血糖不能够起到比降糖要务 还要明显的作用 所以这一类食物医生 建议在膳食当中合理搭配 感谢观看